哈囉大家好 我是倩倩 你的育兒好朋友 嗨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神隊友仁夫妻 今天 倩倩跟仁夫妻要來跟大家聊 寶寶睡過夜的問題 剛剛有聽到她在躁動的聲音 快要到她喝奶時間 喔 我也去醉 那我們現在來分享第一胎關於屁寶的經驗 生完屁寶之後就是去住月子中心 那時候仁夫妻跟我說 欸老婆 因為我們都沒有帶過小孩 可能會需要讓她有幾天進來房間 我們要適應一下那個狀態 如果我們真的撐不下去 我們就丟贏而逝 但那個時候都覺得好像還好 然後出月子中心之後 仁夫妻也要開始工作 當時呢 我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我那時候也是一個童裝生計師 只是我不用每天進公司 所以我也需要一些工作的時間 那時候 畢寶她又不睡過夜 然後我每天就是呈現睡眠不住的狀態 所以整個情緒很差 沒有耐心 然後我就有一天跟她講說 可惡 我只要讓你睡過夜這樣子 我就先看到一本書 叫做白睡醫生的書 我有參考了一些她的方法 再來的話 我去買了一副耳塞 我必須要把人不見耳朵塞住 不然她也會被吵著 她沒辦法睡覺 隔天上班就是精神會比較不好 我們後來第一天就有成功 我有去拖延她的時間 拉長的睡眠時間 等於你的睡眠時間又可以長一點 後來就越睡越長 到後來變成四個小時 然後她的無睡睡得比較好 幹嘛這樣子講人家 她這影片就會播出去了 那請琴呢 出生就不太哭鬧的孩子 不會 我覺得現在好會哭鬧 但她兩歲以前真的是還蠻很緊 人見人兒漏的那種天使寶寶 第一胎的時候我親胃不太順利 到請琴的時候呢 她喝得超好的 然後她那時候也解決了我一些 上來的一些不舒服的問題 然後我第二胎呢是請月嫂 第一個月的時候有月嫂阿姨的幫忙 但是月嫂阿姨回去之後 就變成我跟她啦 但是我就是還是用輕微的方法 我想說阿沒關係 把你從音樂床包過來 喝一喝一喝 然後就把你推回去 沒有特別累的感覺 然後就睡過夜了 哇賽 這個寶寶真的太天使了 然後三寶星星呢 就是現在這個狀態 星星現在大概是 七週 七週大這樣子 我們也讓她度過了她的新生訓練 在家裡也讓她放縱了兩個禮拜 最近呢 我們也打算來開始訓練她睡過夜 目前進行到現在應該第三天 第四天 以昨天的經驗來講 已經成功一半了 她中間起來一次 後面就沒有再起來了 那現在要來跟大家聊 就是我們家 怎麼幫孩子建立睡眠儀式 然後讓她順利的睡過夜呢 比如說你今天是跟老公住的話 那你就給老公二塞 因為老公明要上班 不要被吵 但如果你今天跟公婆住的話 你可能要先送公婆出國外 對 公婆一定會來找你 餓了餓了不行啊 不要給她餓了這樣 他們心比較軟 先讓公婆睡過夜 然後再讓小孩睡過夜 那因為我們還蠻幸運的 沒有跟公婆一起住 我們兩個人喬好就好了 再來的話是 我就算當時親胃 我也會把它改成就是品胃 我就會調她去喝奶的那個時間 今天的奶量是120 但如果我讓她喝100的話 她有可能就是三個小時就醒了 但我讓她喝足120 她就會大概快四個小時才醒來 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發現說 欸我的寶寶喝120 之前都很OK 都四個小時 結果怎麼後來最近 好像只能撐三個小時 那表示她要加奶量 那加奶量的話 建議說她的奶量是10勺10勺加 然後看看有沒有撐到4個小時 那個奶量不能一次加太多 因為就是怕會有一奶的狀態 然後也要記得拍個 然後再來就是她的體重要超過5公斤 再來進行睡過夜的這個訓練會比較好 建議大家就是 讓寶寶要睡過夜之前的那一餐奶 要讓她喝飽一點 那有些媽媽會說 因為像母奶容易餓 所以會特別為配方奶 欸我覺得這個也是 真的配方奶會讓她可以撐比較久一點 所以睡前那一餐可以給她配方奶 然後喝多一點點這樣子 你就是可以先讓她洗澡 因為我覺得洗完澡之後 就整個會比較放鬆 然後洗完澡之後 就可以開始準備喝水過夜的 之前的那一餐奶 喝完那一餐奶之後呢 就要準備睡覺了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用包巾把它包起來 就是不會有驚嚇反射 然後突然醒來 現在也有那種簡易包巾 就是把它包起來之後 拉連拉上 那我還蠻建議一定要用的 因為那個驚嚇反射 真的就是會一直下 一直下 因為包巾他們真的會睡得比較好 然後當然還有檢查尿布啦 那不要不要換最乾淨的尿布 最新的尿布 這時候可以給她一個睡眠儀式的音樂 剛出生的嬰兒來說 他們最喜歡的其實是白噪音跟心跳聲 對 哎呀他在笑 一直在偷笑 他一直在偷笑 然後再來就是安撫奶嘴 他如果願意吃奶嘴的話 是會比較容易安撫下來的 那你準備好這些安撫小物 這些安撫小物要做什麼呢 最難最難的就是 半夜的那一餐 不能餵他喝奶 因為你要讓他睡過夜嘛 你就是那一餐不餵他 快要到半夜那一餐的時候 他就開始 躁動啊 不安啊 最後就放聲大哭 我要喝奶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呢 不管是你要用奶嘴 你要用白噪音 你要用被子 你想要跟他聊聊天 各種方式 你就是安撫他 爸爸媽媽媽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有一個人就是呈現不能睡的狀態 這有可能不會是一天兩天 因為一個人啊 要養成習慣啊 其實是需要時間的 不太可能說一天兩天就養成了 也有可能他會慢慢進步 然後最後就可以拉長到 我們想要的八個小時 還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會讓他區分什麼是 白天睡覺跟晚上睡覺 白天他的午睡 我們盡量就是會讓他亮亮的嘛 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會盡量光的暗一點 營造他的睡眠氣氛 接下來我就請人夫妻來幫我分享 他這幾天是怎麼幫三寶猩猩 就是訓練睡過夜的 關於睡覺的事問我就沒有錯了 我記得當時屁寶他是喜歡趴著睡 很多父母擔心趴著睡會有危險 可是我們剛說的 基本上在這個熬過夜的時間內 你是不能夠睡覺的 所以你是盡量用他比較能夠入睡的方式 陪他度過這一段時間 欣欣呢 他喜歡側睡 大部分的新生兒 養睡來講 你就一定要配合剛剛講的 就是把它包起來 養著的時候 他比較沒有安全感 對他比較沒有安全感 晚上在哄他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放側著 我覺得他比較怕黑 如果我燈全關 他是會停不下來的 他好像是要張開眼睛 可能有看到東西 他比較有安全感 再來就是音樂 我覺得音樂這件事情 有時候我們要去找小朋友的喜好 屁寶以前喜歡聽的是 重金屬 重金屬 他在重金屬的環境下 可以安穩的睡 對 很誇張 然後呢 欣欣呢 他喜歡聽一些台語歌 我晚上 欸 晚上我就會唱台語歌 我覺得是不是因為台語歌 有一個旋律或他的頻率 他喜歡的台語歌 是要拉長音的那種 那種可以示範一下嗎 我昨天唱的一首歌就是 雪中紅 音樂之外呢 奶嘴這件事情 有的小朋友會跳奶嘴 黎琴完全不跳 欣欣呢 她比較喜歡 平常喝奶的那種形狀的奶嘴 那我要分享一下 像不是有那種香草奶嘴 很多寶寶就是會吃 是因為它是圓形 對 然後很多寶寶不吃 心生而不吃拇指型奶嘴 所以後來呢 我是去找這個貝青 因為我覺得那個香草奶嘴 它的那個形狀 會擔心這邊口鼻的問題 那所以我後來去找這個貝青啊 它是接近圓形 扁圓形 它又接近那個奶嘴的那個形狀的圓形 過理師就說它吸得很好 你除了要找它喜歡的奶嘴以外 它因為吃不住 所以你一定要一直扶著 它可能會吸幾口 然後噗一就掉了 然後就繼續去苦 我們會用那個奶嘴娃娃 讓它有一點重量 不是說完全就可以撐住 因為要看它的角度不一樣 它的角度如果其實是側躺的 我就會在這一面 稍微再塞一個小枕頭或是棉被 吐的時候就是被擋住 然後就還不在嘴裡這樣 然後它跟屁寶都還蠻親 因為它會很喜歡拍屁股的 用你的拍屁股的頻率 去影響它的情緒或是心跳之類的 真的真的 它就會慢慢跟著你的 越拍越慢 就慢慢緩和下來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它晚上一定會大聲哭得想喝奶 然後你要找 如何讓它挺下來的方法 拍屁股啊唱歌啊都沒有用 它還是照顧到不行的時候呢 我就會讓它起來 就是我大部分就會讓它 呈現一個比較 力的姿勢 它就會比較稍微清醒一點點 所以當它一直閉著眼睛 然後一直哭一直哭 陷入那個情緒 陷入那個情緒裡面 你就把它叫醒 它醒來看看剛剛發生什麼事 對對對 然後你就可以陪它玩一下 跟它按摩啊 玩玩它的手收啊 腳腳啊 再來回來重複入睡的那個儀式 父母的心態啊 你如果越著急 它其實感受得到 寶寶真的蠻明銳的 如果你今天是情緒很緊張 你很不耐煩 你半夜可以吵醒 你很不耐煩 你生氣或很擔心 跟你槓上 除此之外 如果覺得它還是焦躁不彈 我覺得還是要檢查一下 身體有沒有不舒服 因為我們還是要避免 太過無斷覺得說它只吃肚子餓 對 像我們昨天 它只有在半夜四個小時 就是你平常白天控制好它 它會難提見 它晚上就是那個時間 其實夜夜也花了一點時間 大概一個小時 可是接下來三個小時 它就直接睡過了 所以我在想今天 應該就可以直接挑戰成功吧 今天是第四天 陪它建立這個睡眠之後 昨天一整天白天 它也相對的睡得比較好一些些 因為有媽媽會說 我怎麼都安撫不了我的孩子 媽媽可能要想一下 有可能是因為 你沒有耐心下來去觀察它 陪伴小孩過程中 你就是要去了解你自己的小孩 他的需求 有的小孩喜歡拍屁屁 有的喜歡拍胸口 有的喜歡吃點奶腿 有的喜歡吃圓奶腿 有的喜歡摸頭頭 也不一定 對你就多試幾種 我覺得應該有一個共同點 大部分他們睡覺 就是不喜歡 容易變動的 像他在側睡的時候 我們一定捲一個毛巾 放在他的背後 然後前面也塞一個東西 你怕它粉碎的時候 你不小心睡著 我會十分建議 你帶一個 像GIO那種後氣整 你都比較不會擔心說 它可能會窒息啊 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這個過程 我必須還是說 我們都是保持清醒 我們不會說 睡著讓它自己這樣 不會不會 像我們床墊跟枕頭 全部都是用透氣的GIO去 因為它是團體透氣網層 那奶它如果流出來 它是直接流在那個床 就這樣下去了 它不會擠在這邊這樣子 好 那我們在粉絲盤這邊 或者是其他流言地方 我們有收到一些 關於睡過夜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一題一題 來回覆大家 剛剛就是 人婚前有講到 關於奶嘴這件事情 就會有媽媽說 我的小孩就不吃奶嘴了 喜歡情味 然後喝母奶 所以它不吃奶嘴 我還是十分建議 你一定不要全情 真的 至少一餐兩餐品 會讓它去 能夠用不同的吸引方式 它可以吸真的是 人體以外的東西 那它就會願意吸奶 因為你如果說真的全情味 口感不一樣 它一定會拒絕 如果說拒絕 你也不要覺得它就不吸引了 因為奶嘴剛講過 它有非常多不一樣的形狀 總有一個形狀 是它喜歡的 這是第一個 再來 那就有媽媽問說 每一家的孩子 睡過夜的方法都一樣嗎 我只能說 大致上的步驟差不多 但還是會因為 孩子個性關係 會有一點不一樣 對啊 其實朋友們自己家裡三個 就不太一樣 P寶那時候我們訓練 是一次OK 欣欣現在呢 我們是直接挑戰 所以八個小時 一個禮拜裡面一定可以完成 應該有類似的經驗就是 大部分你都比小朋友先睡著 然後小朋友可以睡得很大多 然後你晚上才起來這樣 其實就是這樣 小朋友看到你在睡覺的時候 他會覺得沒事做 他就會跟著你睡覺 那有媽媽問說 你是一出生就可以讓他訓練睡過夜嗎 我十分不建議 身體的機能不是還那麼完善的時候 它其實很多東西都還在漲 我們大概都是在六週左右開始 六週然後體重有到五公斤的時候 病體重要到 然後你要知道說 他可能沒有一些新生兒的疾病 醫生都要去評估做檢查 會去評估他的生長曲線 都是維持在他可能一出生左右的成長比例下 對沒有說爆起或爆回來 對 有時候可能會辛苦一點 你的小朋友可能兩個月到三個月 才可以達到這個標準 在那個時候再訓練 我覺得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一點 對 再來一題 那還有媽媽說 那你們會安排固定的時間 讓寶寶睡覺 或者是起床嗎 我建議一定要 關於新生兒 其實他會有非常多的狀況 尤其我是新手的話 那他現在哭到底是什麼原因 可是如果你把你的喝奶的時間 跟睡覺的時間定出來 我覺得小朋友他的作息 真的還蠻好訓練 他比其他人好訓練多 他只要一段時間之後都是這樣子 那他的身體就會記得這件事情 那你知道他什麼時間該餓 什麼時間該睡的時候 當他在躁動不安的時候 自然而然就知道說 現在要睡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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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喝奶時間是8點12點 假設他現在10點在哭 那我就更快能夠掌控到 比方說尿布啊 比方說是不是已經睡飽 他覺得很無聊 需要有人陪他玩一下這樣 我也要說一個點齁 基本上只要不是在吃飯的時間 他如果哭 我們都不會餵奶 對 你若未奶你就會打亂他的始終 你會打亂你自己的始終的作息 之前有媽咪問他說 我們家的寶寶會長腳痛嗎 喔 對 屁寶那時候其實我有針對長腳痛做一些功課 不是真的肚子在痛 跟腸子也沒關係 他只是一種比較類似心音性的 心理性的那種感覺 大部分長腳痛人家說發生的半夜 其實我覺得不是發生的半夜 就是因為沒辦法睡過夜而已 不然就是我們家很幸運 因為我們家三個我都沒有遇到 我覺得有 只是因為你知道要幹嘛就安撫下來 所以你認為那不是長腳痛 應該是這 其實我覺得就是知道他們的需求 為什麼要固定時間睡覺 固定時間喝奶 就是你把他的需求 基本上兩個已經去掉了 剩下什麼呢 有沒有殺尿啊 是不是便秘 他不是便秘 但是他就大不出來 人家給他肚子畫圈圈 然後用按摩油這樣子畫圈圈 不然就是大哥 然後再來就是玩 應該就是這幾套 我就帶上個小孩 我覺得都帶的蠻輕鬆的 而且還有一個我剛其實一直忘記講 就是關於溫度這件事情 你不要覺得說現在冬天 我們大人是穿睡衣蓋棉被 沒有 我這幾天是開著冷氣 要讓那個溫度它是比較穩定的 在他能夠睡眠的時間裡面 我們是開23度 而且這是醫生給小朋友的建議 不是我們自己亂開說要這麼冷 有時候家裡有長輩 他怎麼會這樣 手腳冰冷其實是新生的正常狀況 而且醫生說小朋友會感冒 跟溫度沒有關係 以上呢 覺得還算分享的蠻仔細的 睡過夜的心得 看完這支影片 如果說你們家還有任何 可能睡過夜想要詢問的 都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那我們也會再回覆你們說 我建議的做法什麼 那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那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這裡啦 記得要追蹤我的粉絲團 倩倩遇而生活好好玩 還有我的IG CHIENCHN99 那我們下一次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